江川 我还以为你不来 其实我来了也帮不到你什么 这怎么还一个呀 你们俩可是屈屈屈屈的 可说啥的 不打着 我去上个厕所 你上厕所不用跟大家汇报吧 你就打了几个喷嚏而已 没事了 没事了 不会死的啊 你哭了 你别怕 我就站这儿陪你 你别再串门就行了 你自己一个人不害怕吗 还好 有点怕 要不我讲点我不开心的事 跟你开心开心 你啥时候不开心 不记得了 好 站久了腿好像有点酸啊 那你去床上坐着 那你怎么办 我也坐 我也坐 嗯 好吧 嗯 好 晓鑫 你能看见我吗 我一直在啊 好 能 能 不过 我来说 你能听不着 可以了吗 你能听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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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 你能听不着 通过病死情污染的水源传播 李渔 借下你原规呗 李渔 你 你是不是发烧了 谁发烧啊 你跟我去趟医务室吧 去那边休息会儿 来 走 那小子 哪个板子 小夕 老师来了 我先走了 待会儿再来看你啊 不站住 帮他去跑 站住 快跑 站住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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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休息会儿啊 你怎么也来了 随便坐 随便坐 老师 什么事儿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给陈小夕 谁 刚被带进屋室的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江晨 谢老师 嗯 吃吧 技能还挺浪漫 这是你们班江晨给你的面皮三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给你带来的隔壁 你带来的隔壁 你带来的隔壁 为何人带来的隔壁 你带来的隔壁 输了就输了 我没输是你看错了 对对对 怎么输了还玩累呢 我都是快要死的人 你就不能可怜可怜我 我怎么又想得起 你看我这样 重新画好多 控制传染病 必须要从传染病的三个环节入手 传染源 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首先要远离病人安全除菌 尽量减少与群类动物的不必要接触 尤其是与病死情的接触 接触过禽鸟或禽鸟粪便 要注意用酒精或清水彻底清洁双手 要不要 fl Shouldn't he 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要不要加热 he 轻松一点 要是Jure 鸟粪还轻松凉 Aa 轻松的均匀 还多白 我讲过 一些问题 说 我非常喜欢读各式各样的侦探和恐怖故事 为了消遣姐们 我想象了最为巧妙的谋杀人的方法 过了若干年我当了法官 我的另一种隐秘天性受到鼓舞而发展起来 无人生还 当我看到一个叫倒霉的罪犯 在被告旗上痛苦挣扎 受尽折磨 毁灭慢慢的 一步步向他走进时 怎么可能 不过请注意 如果被告旗上站的是一个无辜的人 我是没有那种快乐的心情的 至少有两次 小夕你还玩话啊 被告是无罪的 我终止了审判 并向陪审团指出指控不成立 不过感谢我们的保安部门的工整和效率 开门 谁在那边 把门给我打开 开门 海面归于平静之后 岸上的人会开来小船 他们在士兵岛上发现的将是十具尸体 出来开门 和一个无人能解的谜 行啊 除了再收拾你 最后他说 别怕 我会想起来的 我会想起来的 我会想起来的